自由是最热烈的远行 以及所能破罪波涛吧 荣耀先生秀 刷话听得够 每周六持续攻心 下面请欣赏 王者荣耀最长的团战 好的我们看到蓝色方的阵容是猪八戒猪八戒猪八戒 以及猪八戒 红色方的阵容和蓝色方的阵容一样 石头猪敌我不分 扭打在了一起 整个画面充斥着红烧肉的香味 由于猪八戒可以恢复短期内损失的血量 加上非常抗打 所以看似场面激烈 实则毫无头绪 但是不管再长的素材 打前我也会认真看 师兄加油啊 现在原本在边路纠结的八戒 也全部加入了猪鹿大乱斗猪 场面是已经从外婆红烧肉 变成了东北大乱斗 但是蓝色方已经有了一些人头优势 我相信故事很快就会大结局了 六五分钟之后 最大乱斗已经成了肉末 怎么还没打完 不管了 马上七点半了 我要去直播了 你们就小伙慢炖 包个高汤吧 一场直播之后 荒天哪 阿联哪 怎么还没打完 在这儿下去 岂不是要被吐槽 拖延接付时间了 我们还是先切到下一个素材 等这一期先生看完 差不多就该结束了吧 道路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 放傀儡出去探路一定要小心 一旦没敌人围攻就要赶紧收线 侦察任务完成 傀儡回收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何方妖孽 为何冒充我的傀儡加害于我 问是谁把雅典娜放出来的 宝宝 告诉我爱情是什么 爱情是生死不离 相伴相依 爱情是携手繁衍 同舟共济 我的娜娜 你是我心中的日月 清澈又透明 你是我伟岸的肩膀 恐无有力 我们前世是情侣 今世是伏击 来世是 City 你为什么总是输 为什么总是被敌人笑 被队友坑 为什么每一场都是败方MVP 因为你玩的王荣耀 都是假的 虚假战士 依赖闪现 花里胡哨 一顿操作猛如虎 一看伤害250 技能全空被反杀 不如回家养竹鼠 真正的战士 射程八百 占无一切 连人带兵一击A 晕眩解控加吸血 BM普共拿无杀 单手操作伤亡者 哪怕敌人躲泉水 无处可躲 杀无射 虚假的法师 技能不准 伤害不稳 身体太脆 下手不狠 见到敌人就得跑 刺客近身就被秒 10秒团战 9秒走位 遇到魔女全见鬼 真正的法师 社会我李哥 人狠话不多 霸体加减伤 进场就收割 一刀杀脆皮 两刀绞肉鸡 三刀敌人剑伤皮 半肉半输出 只身一打五 银刀握在手 团战怎么输 欲试不绝 旋理性 一较醒来 五十星 虚假的装备 造假昂贵 特效斗皮 属性奇特 数据不均 金币购买 温慢升级 爽感不足 艳密有余 真正的装备 默默无闻 不已察觉 拳打电刀武器 脚踢回响面具 一根链子就上天 尺口大刀赛神仙 攻速一速攻击力 也许杀人如杀鸡 一个武杀一时爽 一只武杀一时爽 从今日起 告别虚假 直面真实 解5v5公平竞技 所有王者荣耀吧 吕布和龚春铃上路激情弹调 龚春铃尝试用位移拉开距离 吕布手里还握这个闪线 他要往前一闪吗 哦不 他反向闪了 完美预测龚春铃的操作 韩天的思学超市逃跑 敌人从追不舍 韩信机智的选择 传送到大乔的大招离 然而女娃直接回头一炮 智商碾压 喝点热水 说不定下期主角就是你 中或是不中 我都是爱你的 积分夺宝卷 相信我 等你抽中五则天之日 就是你上节目之时 我懂 都是早晚的事 这就对了嘛 来个爱的抱抱 以后要继续支持先生哦 说起来如果你自己给自己投稿 你觉得会中吗 比如说像之前的猴子五杀 不是 比如说像李白零杠石 光雨三十万 香油雪尿变 潭丝洞大仙 这还不是你们给我起的 天天就想看我出手 每次我都觉得自己要秀起来了 脑海总会出现 老板换蝶的声音 然后我就死了 哈喽各位小伙伴们 我是张大仙 下面公布本期投稿小伙伴名单 发育的速度 我这技术 我义无反顾 滴滴血必须是我能够之物 洪甫 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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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